秋池 欸,鏡頭在哪啊 我是阿高 好,看左邊了,我是阿高 今天一樣來講一下3月3號 集賽有排練第二幕的表演筆記 首先是這樣 有點糗 我剛想說我出來外面買個宵夜 然後順便來錄一下 要跟大家說的一些小提醒 然後結果忘記戴手機了 但沒關係,我快速的回想一下 我大概知道要講些什麼 那如果有什麼需要補充的 我再晚一點再傳給大家 今天有某一位王子 我就不說是誰了 某一位王子就是趴來問我說 阿高,怎麼辦啊 我發現我有些地方的時候 我站在那邊,我會不知道要幹嘛 這個發現其實是非常好的 就是當你有某一刻你在台上 你突然意識到 我不是這個角色 我不是這個身份 我是林基剛 我在想說我等一下有武藏是什麼 那個時刻是很重要的 高庚有一幅畫 我不是學美術的 我畫根本沒看過幾幅 然後那幅畫就說 發語,我也不會唸 它翻過來的意思大概是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誰 我們要去哪裡 然後這三件事 這三個提問對於 對於表演者來說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很好上手的一個 啊,這邊有食物 很好上手的一個工具 或者是一個小撇步 所以當你有那一個 喔,我在這裡 我不知道我是誰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回推一點點 往前推一點點 喔,你剛剛是從哪裡來的 那是你從哪裡來的這個路径當中 你勢必會遇到一些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就可以幫助你 嗯,經營你現在遇到的狀態 呃,這麼講好像會很複雜 隨便亂講 隨便亂舉例 呃,像像 呃,吉塞爾 呃,小吉他從他 吉媽媽那邊 跑出來 然後遇到那個 呃,呃,紅瑜老闆 他們不是在敬禮嗎什麼的 然後不是要跳一段舞嗎 在那一段過程當中 村姑村父們 呃,貴哥貴姐們 大家都會很聚精會神 在看他跳舞 呃,這樣六十分 對,就是你做到了一個 就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你如果回去想想看 為什麼老師要讓這些貴姐們 在出場的時候 在,呃,下舞台 中下舞台這麼大 這麼重要的位置 然後跳了一個 跳了一段 舞 轉幾個圈 可能並不是我們所謂就是 哦,好像很難的舞 壞 那,如果你膝蓋稍微動一動 你到貴姐的那一段路的時候 就會知道 因為當貴姐看到 集賽開始跳舞的時候 她才會驚覺 哦,不是只有我 王家貴族會跳舞耶 這人也會跳舞耶 長得比我還漂亮耶 然後還那麼會跳舞耶 這些就是你可以做戲的地方 同樣的 我如果是另外一個貴姐 我很有可能是 天啊 居然有一個就是 江下來的小姑娘 比我還會跳 我要陪她為師 這又是另外一個詮釋了 所有的角色都是這樣子經營來的 她絕對不會是 我告訴你你要演什麼 我告訴你你要演什麼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所有的人都只是 只是那個導演的騎士而已 導演的機器人 那就叫AI來演就好了 Siri還比較聽話 但這些事情是必須要經過想的 當然你在排練的時候 就跟跳舞一樣嘛 你排練的時候 你發現那邊怪怪的 那個怪怪的 其實就是很重要的警訊 就是等一下 你那邊過了之後 你就要去想 怪怪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剛剛左腳先踏嗎 還是我右腳先踏 我們必須要經過回 反省 或是我們說 回頭回頭整理了一下 我們去梳理了 那一個怪怪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子你要不要往前走嗎 舞蹈也是 戲劇也是 你覺得你的那個角色 在那個當下 是不存在的 那是很好的警訊喔 那你就稍後去想 那我要怎麼讓它 可以立起起來 我不是那種會跟你說 你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怎麼樣的導演 有時候啦 有些時候還是逼不得已 可是我 我會更希望 每一個人應該都要 有辦法長出每一個人的樣子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很 很提醒怪狀不是 而是 你本來就是你啊 然後你只是 有一個角色 有一個身份 然後 我把我平常沒有在用的 那一個很高貴的姿態拿出來 或是我平常 比較畏畏縮縮的那個姿態拿出來 那還是你啊 表演最迷人的地方 不就是在這裡嗎 你可以 你可以在台上 做一些可能 不是那麼你的事情 無論如何 不要在舞台上面 變成人形看板 因為這樣子可能我們直接 請那個 請那個主任 話回不轉快 你活在台上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 讓觀眾看得出來 啊 這是人 人跟人之間的事 人跟人之間的故事 回到剛剛那一個 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 我們是什麼 我們要去哪裡 這裡還有一個更值得 稍稍深究一點的事情是 這個我們是誰 我們 觀眾要如何理解我們 觀眾要如何看到 哦 我們 他絕對不是所有的人站一起 就是說我們 更多的時候 角色跟角色之間的關係 正是因為他們 不是 一樣的 簡單的例子 你看到這個人 你會對他敬禮 那觀眾立刻就會明白 哦 你們有身份上的差異 當你看到這個人 他會向你靠近 觀眾就會明白 哦 你們有感情上面的 連結 所以換言之 在台上的每一個人 絕對不會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你要做到的事情是 你要必須要找得到 你跟其他人的關係 而這些關係 有些時候 非常非常重要 你讓 村姑跟村姑之間 建立起三三兩兩的關係 等到村姑這大頭的人 成立了 這個關係成立了 那等到貴哥貴姐 進來的時候 才又可以再看出 另外一層的關係 好不容易貴哥貴姐 進來之後 鴻魚老闆又進來了 又多一層 又多一層 威脅關係 那你會發現 這樣子的 編排才會受層次的 那我們才有辦法機會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去理解 當吉塞爾知道 喔 最後他愛的人 根本不可能愛他的那個 那個衝擊會有多大 所有在場上的角色 都不是 都不是為了 都不是因為 因為 都不是因為你 歐不上吉塞爾 所以你才在這邊 不是 所有的人都是吉塞爾 我們必須要讓吉塞爾 被看見 可是吉塞爾被看見 不是他自己的人 跳soro 在那邊轉圈轉到 投影眼花就好了 而是所有的這些 群星的演員 我們要幫助這些 事情 幫助這些事件 可以發生 他跌倒了 我們會心疼 可是貴族有貴族的心疼 村姑有村姑的心疼 他發瘋了 我們會有我們的不捨 貴族會有貴族 甚至覺得不舒服 但村姑會有村姑之間的感情感 這些事情絕對不會是 我告訴你說 某某某你靠他三公分 某某你去牽他的手 就這麼簡單而已 他始終都還是要回到 我們有沒有真的看見 在 雖然今天開始講第二幕 貝殼一下第一幕 在第一幕的時候 這個恐怖情人 他要去拿劍的時候 劇場就是這麼美好的地方嗎 你明明有看到 但是你就是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的時候他就是不存在 唯有當他亮劍的時候他才會存在 要如何經營那個 這個就是證據 你就是欺騙 吉塞爾的感情 的一個攤牌這件事情 他不會是 不會是那一個 艾伯爹的那個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不會是那個被拋棄的這個男生 做這個攤牌他就會成立 要什麼成立 往前推 其實早在一開始 他要跑去左上舞台的時候 大家就應該開始緊張 大家應該看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你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那個緊張感 反而可以讓最後這一個攤牌 亮相的這一個牌 丟出來的時候 觀眾會說 當然觀眾一定是看到 這個 沒人愛把劍拿出來給王子 觀眾當然是 視線當然是這樣看到 可是在前面的這些鋪陳 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如果沒有人去 對這個劍或是對這個劍 先感到疑惑到右上舞台 然後等到他衝回去 可能有人還看不清楚 知道什麼 該不會是劍吧 是嗎是嗎是嗎 亮劍 完了 所以他的 所有的人跟人是很緊密的 哪怕 也許你的角色 是一個相對起來 位高權重的人 你還是在這裡面 這就像是 我不要跨幽靈皇后好了 不然幽靈皇后 不要讓她太得意 大家聽聽就好 所以不要跟她講 就算幽靈皇后 對我來說 這個角色是困難的 因為她其實並沒有 太多可以跟她對話的人 然後她又是一個 這麼 穩定的人 我說這個角色 這麼威嚴的人 所以她可以做的手勢少 她可以展現出的態度少 可是你又要必須看到這個角色 她並不是一個 她並不是一個就是 交通指揮這樣 她還是 可以在她的眼神當中 看到對王子的不屑 看到對 攻擊賽爾的憐憫 可是她可以做的事情少 這個 就算是這麼邊緣 講邊緣要怪 就算是這麼重的角色 她一樣也是需要所有的人一起完成 不是她一個人好就好 就像是 後面 後面 跟我講人家壞話 沒關係王子我們 我們禮拜三就會再拍了 後面 有點懷疑 在那邊給王子眼神 但王子根本沒發現這些事情 然後就逗逗逗逗逗逗逗就跑掉了 像這種很簡單的事情 漏掉會很可惜 真正看到你说话的对象 真正看到你寻找的对象 真正看到你真正在看什么 让这一个眼神 让这个目光可以照亮 废话真的好多 他说什么应该没了吧 好了我回家了 我又来了 我刚刚说 我好求就是我出帽帽机带手机 但我刚刚要从这个就是 床垫爬下来的时候才发现 我穿四九裤 洪